我們看到蘋果 蘋果的不同的品種 古爪、青龍、複飾 大概130、145克為一份 所以昨天我在大賣場 蘋果、複飾、蘋果、複飾 然後等一下再打 150 因為他們經過蘋果過來 都經過拆拆過來 151 所以130、130、130 這個都已經超過10公克、20公克了 所以這是一份多一些些 老師,跟你講嗎 要跳這個的價格 你這個就 你是懂嗎 這是新鮮的嗎 不是,這是再一個關鍵 我這樣放一段時間 我告訴你 老師,跟你講嗎 OK,我們再來 相機是135克 我們講一句 135克,對不對 是啦 173克 我幾乎是要拿的嗎 那不就算嗎 對,就算嗎 一百才是有 就這標準喔 這兩個碼旁邊 好,我是說 一天要三蘇二果的時候 其實這樣就有 惡果了 好,再來 很好 老師削皮 這是 這是 就是寫說 購買量 我們講義有 購買量跟可食部分不一樣 購買量是130克 欸,對不起 我要買個柳筋 可食部分100克 拿一斤你滾出去 你滾出去 所以這兩個 好,再來 我們看香蕉 香蕉的話 三蘇一斤購買量95克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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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滾出去 好,真準喔 差兩個 別別看 看 看 好,這個好 這個 這是現在 你三根蔬菜 好 再來看 葡萄 番茄的話 是 葡萄130克 番茄175克 好,葡萄 就喜歡啦 就7號 那幾個 他把這個拿來 那這幾個 那這75拿去看好了 那這很光假 那你給我們幾個 等下 先上三歸零 來 進嗎 五到一百三十個 一百三 一百三 一百十一 一二八 一二八 一個大概會小分 一三三大約這樣子 這樣子就是一份的水果 再來小孩選 一百七十個 一二八 一二八 一百七十個 大概是多少 一二八 大概是多少 一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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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厚 他也這樣 很厚 好像我們 C11 一天 一天 所以那個 護學位置 這邊就是 一份 一份得到 來 我們裝起來 加我們 那蔬菜我吃你準備來煮嗎 那請把蔬北加了 那大家能不能把它拿到旁邊去 我們等一下後來切菜給大家看 蔬菜不用切了